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ext 今天是第十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Next模块的使用 是这样 Next为了让它本身框架更加的强大 扩展性更强 它给咱们提供了好多的内部的模块 让咱们干什么 让咱们可以更方便的去集成第三方的库 比如说Budelstrap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微优异的插件 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 咱们如何使用Next官方的模块 今后的视频我会给您介绍 如果您常用的库 Next官方的模块并不支持的话 咱们该如何引用 到时候我会给您介绍插件的方式 今天咱们先讲解模块 好不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扩展Next的核心功能 使用Next的模块 Next官方给咱们提供了好多的模块 并且给咱们一个官方的网址 咱们就访问一下 好不好 试一下 就是这个网址 我给您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它目前官方支持的模块 有156个 一般来说 常用的模块 它官方都有提供 比如说Budelstrap 对吧 比如说Axios 对吧 比如说PWA 它官方都支持 支持这个TypeScript 对吧 包括这个VoE JS项目 几乎都能看到 比如说Google的Analytics 分析 都可以 对吧 如果您使用的组件 或说这个酷 没在这里面的话 没关系 使用插件方式 咱们自己编 也可以 OK 这个是他的官网 非常的好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访问一下 那么 今天我就给您演示一下 咱们如何在咱们的工程当中 去导入一个Budelstrap 咱们马上就做一做 好 咱们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项目文档 在我的项目工程 我的工程里面 大家请看 目前咱们只装了 这么几个酷 Axios 对吧 核心的GS 包括Nux的 并没有装Budelstrap 那么咱们就要装一下 怎么装 马上开始 我切换到我的窗口 终端窗口 然后按照我的课件内容 咱们一步步 把这个Budelstrap导入进来 咱们试一试 怎么导入 大家请看 用这个NPM命令 安装一下Budelstrap VUE 这个第三方的酷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其实我在这多说一句 现在我是教您手工导入这个酷 其实这个酷不用手工导入 您当时在初始化建立工程的时候 会有一个UI框架的选择 您在那时候选择的话 它就会自动导入 只不过我现在手工导入 让您明白 它是怎么做的 那一步 好不好 OK 咱们试一下 Go 开始 咱们装一个 Let's go 根据您网络情况 您装的这个速度可能有快有慢 这个还真就说不好 按理说 我最近这两天的网速应该是有点慢 但是大家请看已经装完 咱们清一下屏 好装完之后 干什么 是这样 咱们需要编辑一下 它的这个NAS的Config文件 为什么 咱们本地有这个酷了 是没问题了 但是呢 如何把它集成进来呢 这个需要咱们花一点时间 其实也不花时间 咱们试一试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这个package.json 这行 多了是吧 刚才没有 现在已经有了 OK 那么在咱们NAS的Config里面 咱们干什么 咱们需要声明下这个模块 就是说我已经成功的导入 已经安装了这个模块 对吧 这个地方咱们应该把它声明一下 在module下面 我看在哪 在这地方 Axis已经进来了 咱们把这个Bootstrap也放进来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框架就支持了 对吧 然后没有完 下面呢 您可以查一下 它官方的文档 可以在这个地方 对Bootstrap VUE这个框架 做一些细微的设置 比如说 您不想引用所有的组件 您只想引用其中的几个 为了加快网络的传输速度 对吧 比如说 您不想这个启用图标 那就把这地方设成False 对吧 您想启用 就把它设成True 这都可以啊 这跟您的实际项目 选择我用哪些组件 我只用哪些组件 在这地方呢 可以做细微的设置 目前呢 咱们就选择这个设置就完了 True4都无所谓 好不好 放到这个module的下面 做个对齐 好不好 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工具库 这个Bloodstrap 就算导入成功 好不好 那么怎么办 咱们呢 需要运行一下 其实运行很简单了 就是正常的编译运行 咱们试一下 NPM RunDev就能运行起来 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希望它不要报错 OK 这个都是按照官方的手顺 手顺 这个叫手顺 手顺叫日语 按照官方的顺序 把它运行起来 所以这地方应该是没问题 接下来 咱们Bloodstrap 已经导入进来了 咱们应该呢 做一点简单的编码 对不对 怎么编 大家请看 我这都有啊 咱们修改一下 About的VoE 简单做一个点的编码 咱们试试 我拷贝过去 这代码都给你编好了 我的课件就是说 咱不手工敲 咱就拷贝 节省我这个课程时间 我不想这一堂课 时间太长 我刚考到About 替换现在的内容 OK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我在画面上会多了几个 BloodstrapVoE的按钮 对吧 然后在最后这个按钮 我就做了一个Unclick事件 这Unclick事件里面呢 还调用一点信息 对吧 就这么个简单内容 对不对 好 存盘 马上看一下效果 哎呦 还得回到刚才那页面 然后刷新一下 然后应该是 大家请看 我页面是不是发生了细配的变化 对 因为我的页面已经被Bloodstrap初始化了 边界边缴字体 对吧 已经正规化了 那么当咱们点击 关于这个页面的时候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啊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Bloodstrap成功导入进来 看起来还是真的就非常的美观 这样的话 您就像编Bloodstrap一样 可以编辑各个页面了 完全的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就做了一个Unclick事件 咱们点击一下 注意看 OK 没问题 事件也被激活 说明了 说明咱们成功的导入了这个Bloodstrap 并且呢 成功的和咱们VUE的语法进行了结合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呢 就是简单的 NAS的模块的使用方式 当然了 您还可以导入多如牛毛的各种各样的模块 都是没有问题 看您的项目需要吧 但是呢 基本的使用方法都是这样 咱们本地安装依赖库 然后呢 改一下NAS的config导入咱们的模块 然后呢 在下面呢 对咱们的模块呢 做一些一个细微的option的设置 就能够正常的使用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应该不是很难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我今天的课件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